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慈祭建议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如何辨别明代宣德时期的 秦华又里红漏斗他的真伪 现在就是房品是层出不穷 各种各样的房品都有 大到大件小到低焰 什么这种漏斗都有 只要是这些名器 有名的瓷器 无论是元代的明代的清代都有房 那么这一件漏斗 为什么说它是房品 首先我们看清花又里红 清花又里红 从元代创烧以来 一直是到现在都如此 它的烧成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对温度的要求 特别高 而且对气氛的要求也比较高 那么在我们辨别宣德时期的清花又里红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依然我们还是要从五个大的步骤进行 第一就是气形 这件气武器型和真正的宣德时期的这种漏斗 气形上来对比的看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口颜 这个地方它外撇的太大 而且这种窥口做的不美了 另外呢就是在它的漏斗的下面那个小口的部分 出现了不该出的所谓的咸文 另外呢就是鱼 宣德时期的鱼 温润如玉 大家可以看对比看 那么房品的鱼差距巨大 另外呢就是所谓的鱼里红部分 这个一看就是现代的鱼里红烧出来的 这种所谓的绿色的点这么明显 这个不是宣德时期烧灶又玉 红的特征 我们对比看宣德时期的青花又玉 红是什么样的特征 大家就会非常明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戴维华收藏这个节目 咱们下一个节目再见